发生什么事了,杰瑞和玛丽好像在看什么呢 哇 凯蒂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她是从桥上过来的吗 现在轮到杰瑞了 哇,原来凯蒂刚才就是这么过来的呀 玛丽,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真厉害,玛丽成功地越过了凯蒂和杰瑞 哎呀,那是什么声音 糟糕,玛丽,看看你 你得赶快清洗一下 你脏兮兮的也无所谓吗 看来不管怎样,你都需要汤姆的帮助 不如顺便去她那里清洗一下吧 嗨,汤姆 汤姆,玛丽遇到了一些麻烦 你能到桥那边去一趟吗 玛丽,淡定 汤姆马上就来了 汤姆,谢谢你过来帮忙 玛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都要在洗车店线啦 玛丽,汤姆地把你身上的水槽剪掉 否则你就没法移动了 所以你要先清洗一下 怎么了 你还是想去山上玩 那你就更加需要清洗和修理一下啦 去吧,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喷水滑梯 它来了 好不好玩呀 我没说错吧 现在汤姆要帮你把身上的水槽剪下来了 我们去汤姆的操作室吧 汤姆,准备好开工了吗 这把剪刀应该能把水槽剪得很干净 汤姆,怎么样 虽然水槽剪干净了 但它身上还沾着烂泥 玛丽,没办法 看来你得再去清洗一下才能出去玩哦 汤姆去准备一下 你在这里乖乖地等着 嗯,看上去很舒服的样子 现在我们只要把玛丽带过来就行了 哎呀呀,我们的大脚马车来了 这位大脚马车看上去一点也不开心 哈哈,看你笑的 看来你很喜欢洗泡泡浴呀 慢慢洗吧 你身上有好多烂泥要洗掉呢 马丽,你该出来了 你现在想一直躺在泡泡浴里不起来了 这可不行呀 还有其他顾客等着呢 你走之前可能还要用吹干机吹一下 吹干机也很好玩哦 嗯 汤姆说你现在可以回去找朋友们继续玩了 凡事总有第一次嘛 我们也没想到 玛丽你也会有想变干净的一天 汤姆你今天做得很棒 你不仅把玛丽洗得干干净净 还让她爱上了洗澡 一定有紧急情况 哇 她好脏啊 出什么事了 玛特 你在追一辆超速的车 撞到了一个垃圾桶 难怪你这么急着去汤姆的洗车店 让我们把你清理干净吧 玛特 跟上汤姆 从哪里开始呢 汤姆 用水枪清理掉垃圾 放极了 现在我们需要去掉那些染色的地方 你想让汤姆用泡泡月 这样可以干净又好闻 好的 该擦洗掉那些汤姆了 准备好用刷子了吗 玛特 好的 让我们把这些泡泡冲掉 现在待在原地 玛特 汤姆会打开空干机 看起来很享受啊 玛特 可以了吗 汤姆 你清洗完玛特了吗 好主意 泡泡月很好用 可是来一点除皱剂 一定能去掉多余的味道 哇 玛特 你看起来很新 闻起来也很棒 马特很高兴 又变干净了 谢谢你 汤姆 等一下 汤姆看到了什么 哦不 是香蕉皮 当心 玛特 哦不 它冲向了垃圾桶 你很幸运垃圾桶吃空的 玛特 要保持干净啊 下次见 汤姆 看起来他们正在建筑工地交货 等等 弗朗西斯 担心 你后面有块石头 哦不 箱子里装满了颜料粉 你现在的样子漂亮又时髦 富朗西斯 不用担心 汤姆可以让你在他的起车店 恢复原来的样子 嘿 汤姆 哦 弗朗西斯绊倒了 一盒颜料粉全部撒在他身上 哼 它是对的 你看起来像一个嬉皮式 弗朗西斯 可能会很脏 但洗车之前 我们必须从水枪开始 弗朗西斯 欢乐开始了 还是看上去很时髦的 弗朗西斯 我们去洗车间吧 我们要怎么洗掉颜料呢 汤姆 肥皂 泡泡月 太好了 你认为这会很有趣 现在该滚筒刷开始工作了 哦 天呐 你看起来像一团棉花糖 富朗西斯 你是对的 很有趣 但我们现在真的需要 把弗朗西斯洗净了 我怕 potato 可惡 冻 sing 哦 你觉得如何汤姆 弗兰西斯准备好抛光了吗 你是对的 还有一点颜料 橡胶清洁刷可以完全搞定 哇哦 你看起来像一辆崭新的车 弗兰西斯 准备好最后的冲洗和烘干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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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烘干机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热 弗朗西斯 你开始变成另一种颜色了 汤姆 你可以把烘干机温度调低一些吗 太棒了 你完全恢复正常了 是时候回建筑工地了 这样你可以卸完那些盒子 谢谢你给弗朗西斯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洗汤姆 这也是一次很有趣的体验 谢谢你弗朗西斯 彩色泡泡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欢乐 下次见 伙计们 嗨宝贝们 返校第一天开心吗 你们在用纸做手工吗 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 小杰瑞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一团糟了 你看这就像个彩桃罐子呢 没错 小安博 小杰瑞应该去洗车店好好清洁一下 没事的 没事的 等你回来还能继续上课的 汤姆 小汤姆 你们好 小杰瑞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你们能帮他清理掉身上的纸和浇水吗 小杰瑞去平台上吧 吹风机会把你身上的纸吹掉的 知道了吗 你最好把眼睛闭起来 哇 效果很好 是的 小杰瑞身上还沾着浇水 你要怎么把浇水弄掉呢 浇水清洁净 听上去还挺好玩的 小杰瑞 别动 你叮咚清洗剂 吹风干 真好 等我们把这一层剥掉 浇水就会跟着一起掉下来了 小杰瑞 汤姆准备把这一层剥掉了 好不好呀 小汤姆想来帮帮忙 这看着就很好玩 完成了 小杰瑞看上去还不错哦 谢谢大家的帮忙 别忘了去趟礼物台 汤姆 小汤姆 谢谢你们 小杰瑞因为要返校了 好像很开心呢 好了 大家再见 嘿伙计们 你们在干嘛 正在准备过万圣节吗 哇 看到月亮了吗 今晚的月亮真大 呃不 富朗西斯宝贝 你开进了南瓜堆里 没关系 富朗西斯宝贝 为什么不去汤姆的洗车店呢 我确定 他可以帮你清理好 嘿伙计们 你们看起来真可怕 那些南瓜 是你们弄的吗 别害怕啊 富朗西斯宝贝 那是汤姆父子俩 富朗西斯宝贝 出了一个小事故 你们可以帮他洗干净吗 富朗西斯在农场工作的时候 有点走神 不小心开进了南瓜堆 嘿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开上操作台 富朗西斯宝贝 别担心 富朗西斯宝贝 他们是用来刮掉南瓜的 首先我们要清理掉南瓜 汤姆宝贝 你可以处理右边的吗 汤姆来弄左边的 汤姆宝贝 不是这样的 确实很酷 真遗憾 我们必须弄掉它 哇 哇 你已经弄完了吗 哦 还是有一些南瓜 南瓜很黏 是吗 你得用肥皂和喷洗 泡泡泡可以帮助去掉残留的南瓜 现在去喷洗吧 哇 闪闪发光 哇 闪闪发光 嘿 伙计们 怎么了 你们看起来肤脏啊 你们带来一些南瓜饼表示感谢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大家下次见